台北捷运现在不只在客要拓展裁员 现在还和连锁咖啡店来合作 一走进来呢映入眼帘的就是各式的台北捷运列车 预计23号就要开幕 新手连锁咖啡厅打造旗舰店 装潢和摆设当然不能少捷运元素 东京新加坡等各国电链车模型一一成列 整间店百余平容纳150个座位 单地点在中山站和双连站之间捷运行政大楼 走动人不多想稀客还得靠这个 台北捷运站又多了新的特色车站吗 其实不是是北捷找来了旗舰号 来当作和连锁咖啡厅的特色地景 希望吸引民众前来拍照 就是先被这个看到它 然后刚好旁边有就可以去 后来就做一个纪念嘛 对啊还不错 嗯就营造一个主题性 381型电链车车帽打造车头 车身则是欧洲街景小铺 被接预估能带动人潮 但想增加收入还有这招 拥有黑巧克力香气焦糖甜感 温孕在点麦芽商 鱼韵经典又令人印象深刻 诶是广播电台在卖商品吗 不只咖啡推销 还有儿童乐园包场行销 免费度换儿童新乐园 或猫空缆车一日票 让你免费换加倍玩 不会太突兀啊 就是有点像百货公司的概念 如果很频繁然后导致大家就是没在听一些重要资讯的话 可能也不太好 民众感受不同 还有人说以为来到百货公司 北架说明站内广播行销 还有各式的优惠 目的是要增加收益 毕竟票价不涨 还是得弥补店价增加的三亿成本 也在车站商业价值高的地方增加空间 每年租金有两亿收入 今年预计再增加三十四处 多角化发展扩裁员对乘客来说也是新鲜 TVH新闻杨绮莫张卫贤 台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或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